hello大家好我是成员 如果说你的手头预算在18-22万元之间 想购买一辆电动车 并且是个SOV续航超过700公里 我相信我身边这辆起压的EV5 720公里的续航版本是绝对适合你的 其实这辆车也是在今年的2月份刚刚上市 它的售载是在18万元到22万元这么一个宅客区间里面 然后整个的这个车的续航里程 其实已经达到了720公里 它也是目前市面上你能买到的18万级别的这种车型中 续航最长的车型了 可以说720公里你就算开一里外正常代步 7天基本上是不用充电的 它的电池是达到了88度电 所以说整个的实力确实非常可观 这辆车的外观也可以看到 它虽然采用了这种起压全新式的造型的 但是起压之前的虎啸式前脸也是没有摒气的 只不过它采用一个封闭式的这么一个中 虎啸式的隔山也是改成了这种平面式的一个结构 看上去非常具有科技感 但是整个造型确实非常得体 其次最醒悟的就是它的车头 前部的LED的日记间行程灯 它采用一个分体式的灯组 但是它的大灯的根性灯组也是在这种包围的这种感觉 整个的这种样式确实是拓宽了整个横向的车头的视觉宽度 并且前引擎盖上这么一个四根金线 其实对于车头的力量感是把控的非常到位的 侧边其实可以看到EV5的尺寸 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紧凑机SUV的这么一个水平 只不过它从A柱往上一直延伸到C柱都采用了一个比较方正的设定 所以说整个车的高度是非常的可观的 其次就是它的这个充电口快充慢充都是在这个前部右边的翼子板处 其实是跟传统一样的后充这个装置的 其实有一定的差别 再有就是它采用了一个黑色的一个轮煤 然后整个的轮毂造型 其实是一个19英寸的 如果说你是前驱版本的 其实它只是采用一个18英寸的一个轮圈 你如果说花钱选装了四驱 所以说这辆车就给你代表一个19英寸的轮圈了 它的整个的颅骨造型 其实可以看到跟这种飞镖是非常相似的 并且这辆车其实也是配备了一个颅骨盖 然后整个也是采用了一个低滚组的设计 增加续航力 其次就是它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车门把烧 然后整个的车漆也是采用了一个压光的样式 所以说在弓线打上去的时候 整个车漆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再有就是它的车窗是条 上半部分是黑色的 下半部分依旧是一个镀铬材质 然后行李架也是一个黑色造型 整个熊屋车顶的样式其实也是比较符合当下一个设计潮流了 来到尾部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车高是很高的 并且它的造型是很方正的 所以说它的后部箱看上去是比较饱满的 它的尾部的视宽灯其实是跟日行灯是相呼应的 看上去其实是个贯穿 但是你点亮之后发现它是中间被隔开了 它的整个设计其实是跟前部一样的 也是拓宽了整个后面的一个视觉宽度 这种内饰其实可以看到它采用一个悬浮式的双联屏 其实真正意义上它是一个三联屏 它中间有一个空桥的一个液晶面板 然后整个屏幕的流边其实是比较薄的 然后看上去整个屏幕塞的还是比较饱满的 陪上它的HOD的一个态度显示 所以说整个车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四屏电动的功能 再有就是它的整车的这个中台整个车的内饰 因为这个车其实就是一种新车 其实我们进来之后整个车里没有明显的这么一个新车的味道 其实它藏了更加环保的材质 也是达到了一个因人级别的这么一个座舱 所以说它的整车的环保性是很高的 其次就是这辆车的配置很高 它前部的座椅都是藏了一个通光加热的功能 并且它逐加热座椅还有一个一键是零中力的功能 它在这个腿幅上面有一个腿托 然后整个的输入度是比较不错的 并且这辆车采用了一个植物的合成皮 整个皮质很细腻 然后座椅的停车物是很柔软的 然后坐上去其实是家用起来的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其次就是它这个饭板盘 它的驾驶模式的旋钮在这个饭板盘下过 其实是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很熟悉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自己的去多研究研究 它由于它中间产了一个非常开放式的设计 然后并且它的一个副驾驶座椅跟主驾驶座椅 也不是一个对称的 它采用了一个小垫垫 这个官方说这个垫垫是美光 它不是说 意思是说你前面能做仨人 其实这个不太现实 并且它的下部也是有一个储物空间的 可以是一个钥子充电 然后整个的IMC的一个钥匙 还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功能 其实都有的 全部有两个Type-C接口 一个12组电源 它的这个屏幕下部有一个触控水力按键 包括说像整个的彩单键 包括地图按键 其实都是触摸就可以直接操控了 然后空桥的实体按键的温度 然后风量 然后模式 其实都是有用实体按键的 然后整个的是可以触控 也可以实体 其实变性是很高的 再来就是这辆车的一个挡杆 它不不同于像一些车流液上的一个行动员的一个新实力 就是你上车即上电 下车即下电 它是车流液上的你需要用钥匙去解锁 去锁车去开锁 整个的企图按键其实是在这个挡杆上面的 其实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试驾这辆车的话 其实真的是要熟悉一下 然后整个的挡杆其实是跟大众人ID 包括说像宝马此前老一代的i3是非常像的 它是那种旋钮式的一个拨杆换挡 整个挡杆是很粗的 并且是不能移动的 所以说它也是节省了一大部分的这么一个冲控台 中央通道的一个位置 它的住户屏内部其实是百度地图 也是百度给作为一套车机系统 并且它支持苹果的无线卡组类功能 然后整个的运行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包括像车载微信 腾讯那些小场景 包括说像代客博车模式的车上诊断 然后整个的这种路数其实它是都有的 然后整个的实现下来 其实相比于造车机讯之类 它是有一些落后 但是对于合资品来讲 这套车车系统目前已经是非常的顶先了 后患其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车载冰箱了 打开之后其实里面放三瓶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包括说它的温度可以在5度以及55度之间来回调节 你去问些奶什么的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是以僵硬为主 其次就是它在主副驾驶的两侧 主驾驶的后面跟副驾驶的两侧都是有一个Type-C接口的 然后它的空调出风口其实设计在了B柱上面 然后整个的风量其实是非常口观的 其次它还有一个小周板 这个周板其实你可以 不如你要孩子吧 然后你在上面写些作业 然后去吃一些东西 甚至于它还在前面设计凹槽 你放着一些iPad什么的 其实都是什么东西的可以竖起来 那么整车的便利性是很高的 其实在驾驶感上方面 这辆旗家EV5的长水箱版本 整个的整车的驾驶的质感 是非常非常的平常家用的 它的整个的动力 虽然我们这辆车其实是花了2万块钱 选中了一套四驱系统 它的整车的驾驶里程 其实从720公里降到630公里 虽然说驾驶里程有所降低 但是整个的四驱系统 其实在目前这个价位中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它的整个的前轮 其实是160千瓦 后轮有70多千瓦 虽然说整体的动力是偏向于前置的 但是它有50%比50的这么一个轴货比 所以说在你日常的跑山 日常的像泥地啊雪地 它都可以帮助你正常的一个token 并且给你带来非常不错的 这么一个驾驶的感受 这辆车也是配备了一个雪地模式 所以说当你的城市去下暴雪 比如说你住在北方 你的城市在冬天会下雪 所以说你也不会 因为雪天这辆车就不能开了 所以说这辆车在雪天里边也是完全OK的 因为它有一套四驱系统 但是你需要花费2万元去选装 其次呢就是这辆车的它的整个悬架 它的这个悬架其实不是很硬 然后呢整个你行驶下来呢 在路面上的那些细色的颠簸 它可以顾虑的是比较干净的 车身的晃动呢也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你在日常的带步的时候呢 这辆车看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其次呢就是它虽然说是一个四驱的一个版本吧 你在混音棱起步时呢 它并不是说像那些新吃力啊 给你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推背感 就算你将电门踩到底 它的这个整车呢其实是优起来的 在你的不知不觉中呢 其实你的车速呢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市区的一个限速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输出度 以及你这个平顺的价值感受是非常值得说的 中国来看啊 其实起呀EV5它的这个长驱向版本呢 中国实际呢可以说在这个价位里面是非常合适的 你可以花更少的钱去买到更大的电车组 来相应的有一个特别长的这么一个休想里程 对于你呢日常的用车来讲 后续的成本是有所降低的 包括说起呀目前在中国市场的这个整车的设计 配置以及它的这个输出度而言呢 都是可以说在合资形态里面是数一数二什么的水平了 如果说你的手机算呢有赋予 并且呢不想买些自主的车型呢 所以说这辆车确实是非常适合你的